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每个早晨都是我朝见你的时间 一整夜的疲乏已经完全埋葬了 早晨我已获得新鲜的力量 早晨已经被主捷径的 这一天一定是快乐的 第一个胜利已经在祷告中获得的 这一天一定是成功的 黎明在山顶上的 这一天一定是圣洁的 天父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 在平原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抓住我们 叫我们不登上圣洁的高原 我们照着你的命令来朝见你 早晨在山顶上会叫我们整天强健喜乐 我的母亲有一个习惯 每天早晨在房里灵修一小时 读经 默想 祷告 那一个小时 她从洁净的泉源里吸取力量和安慰 来担任她一天的职务 来保守她 不被邻里之间的琐事给纷扰 我一想到她的生活 和她生活上的一切负担 我就立刻看见你 在她里面的得胜 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发过一次脾气 我从来没有听见她说过一句过火的话 一句闲话 我从来没有感到她有过一些不适当的 出于义气的态度 她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 主 你让我看到 这一切就在于 她每天早晨 饮了生命水的河里的活水 她吃了旷野中的麻纳 她深深地来到你面前 求圣灵帮助我们 也同样经历 这数天的力量 祷告 封住耶稣 基督的生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